大家學一經 華人班授課 我把社會變態變 我把社會變態變 各位華人同修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前三節啦 我們在講解戶外 戶內 這很重要 戶外咧 我們要多各種各種的實習 以後你出去方向才不會搞錯 回想到以前我做測量的時候 你都練到滾瓜爛手 等到外面的時候 機器排下去 不知道怎麼辦 從哪裡下手 真的不知所措 所以在實習的階段 自己利用很多時間 後來領悟到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知了很多現場 如果沒有現場 實際勘察的時候 還是沒有辦法達到 完全發揮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 今後呢 會藉過的一年 會跟各位講解 講解戶外 各種的關係 至於我們現場的地理 也是一個很好的示範教材 當時我建設這個道場的時候 也是希望 作為一個教材的範圍和範圍 因為我自己過去跟邱老先生 李師傅 李老師 唐師公 還有其他的地理師們 老一輩子的地理師啊 也都學了最多 就是邱老先生 李老師和唐師公 三個學了最多 後來呢 等到我跟老祖 得到他的家子 忽悠以後呢 我發覺呢 很多很多的法 就能夠貫穿 貫穿還是要 需要現場 很多很多的 來了解 比如說比較為 這棟房子有 發生火災以後 我一定開車去看 不是幸災落後 我去看他 為什麼會發生火災 從風水學的角度 來推 來算 為什麼會發生 為什麼又會在現在的時間 發生火災 結果 時不離久 都應驗了啦 就應驗了 包括以前 台中某一個百貨公司 我算了說 七年到八年 要發生火災一次 因為他的廚房做錯了 在第八樓的餐廳 廚房做錯了 那我根據邱老先生 所傳給我的話呢 我 直接了當了說 你這個七年到八年 又要火災一次 結果連續燒了三次 三八二十四次 就關門 那台中原來最有名的百貨公司 這個是 按照風水發生了 但是我告訴他們 那時候我還在做測量 做測量的時候 我們不是名師 不是有名的 弟弟是 蔣泰 認為你是消費者 你懂什麼 等到他發覺 我懂的時候 他找不到我 房子已經燒掉了 聯繫燒了三次 就關門 這個也是風水的法則 所以我們實際 我們要多練習 多練習啊 我們四號五號咧 我們到台東的時候 也會帶各位看很多 各種外面山省的奧秘 希望大家 我們有的在照相機啦 相片啊 那都可以 錄音都可以 我們自己可以複習 現在我們要來講解 就是 目前台灣和香港的風水法文 香港呢 這個風水大師 得自潮州 潮州 幹州 這些地理師最多 他們當時咧 他們當時咧 在台灣 等雙貴台灣 都是乾州過來的 潮州過來的大師 喔 他們很厲害 後來我跟李老師 他是四川的 和湖南 唐師公是湖南的 研究 多少頓路一點以後 在台灣很多公墓的地方 遠遠去看了 有好風水 結果進去要去看了 看到 蟹在那邊 進去看了 被點走了 點走了 只有讚嘆 讚嘆 他這個以前 這個大師們 不夠厲害 這個血就點了 正正當中 喔 真的很不口思議 所以台灣很多 好的風水 在以前都點光了 點光了 後來就出了 我們台灣 現代 企業的精英 還有各種政治 和經濟 文化的精英 所出的都是在 四運 那時候 所出的 人 四運 天運四運 三運 四運 五運 都這一批的人 這一批的 得到好風水 都是從大陸 唐山過台灣的大師們 他們所點的 出來的 大貴人 像 這兩天 我們台灣的 守護 蔡公 他已經 往生了 他往生了 在很多年前 我就去看過 他的祖先的風水 哎呀 這個是一個殘除穴 又帶著螃蟹穴 這樣泡的水 嘩嘩來 難怪是守護 哎 有人說守護 要死 有什麼意義呢 不是守護 死與不死的問題 他在台灣 創造了台灣 經濟 奇蹟 和王永慶先生 也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 而且 提供給多少人的生活安定 有工作做 哦 他的偉大在那邊 我們不要用消極的方式 那麼多錢 也是要死 窮也要死 富也要死 不是這個道理 他已經 創造了台灣 很多經濟奇蹟 讓很多人 有機會 上班 養活 家口 我們應該讚嘆他們 不應該 像以前 我們的星光 蜈蚣 他走的時候 突然間 他的棺材旁邊 來了一條 青竹樹的手 哦 大家 一些修行的大師 修行大師們就 語論紛紛 說某某人 是守來化身 再生了 坑很多錢 怎麼樣 哎呀 修行人沒有悟到 怎麼可以去說 人家是守來 又轉為投胎為首 那是人 他的護法神 他的主公 世間肉體丟掉了 他走了 走了咧 他護法神 他來靈前守孝耶 人能守孝 最好 那麼神 蛇 他也能守孝 而且子女不會守孝 真的悲哀啊 人沒有正知正見 動物會來守孝 我們讚嘆 那是他的護法神將 像現在過激生 或是某一個結束 結的時候 這個 往生的大菩薩 他救了他一病 那麼他走了 回來 跟他一個感恩的心 那麼我們有修行的修行人 就批評 哎呀 我們不對啊 我們不對 說他是轉胎為蛇去了 千錯萬錯 蛇的細胞生理狀態 他比一條蛇這麼大 必須要多少才能這麼長 要多久 要這麼長 哪有人死了以後 幾天就變成一條蛇那麼長 這個用卡朵阿修也知道啊 怎麼這樣想 不對了 不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有智慧 社會上需要各種的智慧 所以我們這個 那麼多的菩薩人 他們走了 還沒走以前 從哪裡來 從天上來 那麼他們的身體 他們的頭腦 比較清醒 比較看得遠 看得遠 他當然他的事業 就有成就嘛 就不會有糊塗嘛 這風水的法則嘛 所以這幾天呢 一個風水大師們 為蔡公呢 點了一個穴 向著海 貨有靠 錢有照 水有潮 這當然 這位大師啊 他也講得很好 這個可以花二十年 因為當元德運 望山望向二十年 二十年呢 這段時間 我們還要行功利得啊 多做布施啊 好風水也要有新地好 有新地好還是要有修行 所以風水不理修行 不理德恨 那麼有人啊 有一次問我 一位修行的大師啊 問說老師 你不知道他的德恨好不好 你為什麼要幫他牽這個地理 他人很不好耶 他人怎麼樣耶 我跟你不認識 你為什麼要來找我講這些呢 他因為我聽說你要幫他 他的親人耶 牽風水點倒地 因為他人很不好很不好 我說 因為他不好才要幫他忙 他說為什麼呢 因為他原來就不好 原來就不對 不對耶 因為他的這個出於無奈 所以造成他的家人等等的 周圍的人沒有辦法親近 因為他主靈不安啊 主靈不安 就是要改 改個讓主靈安 頭腦就清醒 頭腦清醒耶 他們就不會做壞事了嘛 很簡單 那麼這一位大師呢 他也是很慈悲啦 好啦 老師隨你的意好了 我只是告訴你 你不要去護英國 我英國 我既然答應了 英國我自己護 做不好我才護英國 做好了 嘿 我善因你善國耶 後來咧 他咧 祖父的風水咧 就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 開始先放個小小的龍穴 那個小穴叫做火藥地 火藥 前面的名堂很小 前面的名堂很小 看了不遠 但是 有小穴 小穴 小穴 漲下去咧 他會比較平安 頭腦清醒 他就不會做糊裡糊塗的事 每個人都有尊聯 當他不如意的時候 必定有暈 把原令找出來 把它重新漲了 欸 漲下去了 他就到台北 有一家油漆的工廠 要他去送貨 去送貨咧 他就一邊送一邊送送貨送貨 很認真的送貨 早晚 比人家早上班 晚下班 甚至三個半天都在送貨 後來公司咧 就把看這個人咧 他滿有一個這個手分 但是公司也了解他 他過去的不對 過去的糊塗事 所以他送貨了一段時間 公司一個小小的分工廠 給他去加工 結果賺了錢 債務還清了 一個人的尊聯就有了 衣服穿了也變了 講話也變了 所以風水可以幫助一個人 好啦 這一位先生咧 有空就到宣佛寺來 有空也到大安市去 他呢 還撐著一個感恩老主的心 他說老師 雖然我還沒有多什麼錢 可以布施 但是我把我真正布施 吳衛施 吳衛施是什麼 把他的這個油漆的這個產品 做了不透光減料 就吳衛施 不透光減料 所以他現在越做越好啊 這個也是風水嘛 也是風水 好啦 我們這一節咧 來跟各位講解 台灣你大陸的風水的法門 最重要還是三元的法門 大陸在香港真正大師 都是三元的法門 其他法門 都是小小的 一些立眾生 不是很大格局的立眾生 但是也不錯了 支點人家不要走錯了 大得不到 小不要撕 小不要撕掉 所以大陸和 尤其香港和台灣的風水最興盛 在大陸風水興盛 多興盛呢 明的不講 暗的 比台灣 不輸台灣的重視 所以我寫了一本書請援火法師呢 等你一本的風水學奧秘 準備在大陸發行 讓大家有緣的人 能得到這些法意 讓有緣的人呢 能夠珍惜自己的 好的家庭和事業 現在大陸風水輸出很多 而且議論昏昏 各種文派也有 什麼文派我們不管 有用為主啊 有用 用得上為主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法門 有意義大眾的地球上 一個地球村都能夠 讓這個法弘揚廣而流傳 那麼台灣和香港不同一點 台灣呢 是八國水神 台灣不會拜好 你放心好了 台灣的 前面的八國水神 這八國 像今年 就在昆方 今年開始了 二十年 和東北方 二十年 耿工 二十年 二十年 一邊這邊花財 台灣的西部 這二十年是花財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了 台灣西部 今年開始了開花 會進步很快 東北方 東部 剛好是在宜蘭的地方 宜蘭附近 耿工也是二十年 二十年這邊是花貴 花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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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國水神 等到下一孕的時候 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到 一百三十三年的時候 又花這裡 南北又花 接下來又轉 一直轉 風水輪又轉 所以台灣 這個 永遠是八國水 這三年不敗 台灣就是這樣 三年不敗 這八國水神的重要性 那麼香港 到處港口 到處有水 所以香港人 都做生意 大家頭腦很活躍 大家的思維 非常的活潑 而且做生意的方法 技巧 不得了 所以香港的同胞 因為水的關係 我們眼睛都看水 水在一晃 水有水光 水光 和我們經過眼睛 轉到我們意識四田裡面 我們馬上 將這 第八四田的 這個妙華 馬上就拖出來 馬上直接 反映出來 就 色不欲空 空不欲色 色空不二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思想與行為 就 色不欲空 空不欲色 思想與行為 物質能量不滅定律 這個就是台灣和香港不同的地方 台灣呢 做在台灣的我們同胞做生意 和人在香港做生意不一樣 香港的做生意 因為有很多各種港口 所以香港的財團特別多 台灣的財團就少 這幾年稍微比較多一點 因為台灣八國水城 打仗是各自打仗 獨立打仗 過去是這樣 未來也是這樣 即使少許的財團 但是整個各自打仗 方式和香港的地理風水 是不一樣的 誰有其行必有其零 有其零必有其硬 有其硬必有其用 硬和用 就硬用硬用硬用 風水之妙 在日本人 日本它是一個島國連鎖姓 島國連鎖姓 倒是八國水城 在日本倒是八國水城 整個日本地區是八國水城 八國荒位都是水城 然後分成細荒位 剛才我們有師兄問我說 師父啊 主蟹看華和小蟹看華 你可以從日本去把它看 日本它有一個整個的主蟹 然後有這個小蟹 枝枝枝枝枝 枝枝枝枝 它還是要有十道天心啊 還是要有十道天心 所以整個地球上任何一點 水和山的結合 水和山的襯托 山水的融合 將人置於其中 人怎麼樣能和自然能夠取得和諧 是最重要的 台灣從大陸過來 台灣與大陸的關係 大家一直在爭論說 台灣是不是大陸的 這個我們不曉得 當時整個企業怎麼打的 我們不曉得 我們暫時不離 讓它 中華沒有關心的去關心 但是我們要先了解 台灣的地理 台灣地理先從昆仑山 昆仑山落邁到澎湖 澎湖呢 落邁到一山頂 到一山頂最高的地方 澎湖在這邊 一山頂最高的地方 然後南行去北行 南行就到大五山 北行就到陽明山 北行到陽明山 那麼這個就是先天 先天呢 這個澎湖和昆仑山 西為坎 由西向東 由西向東 這坎里先天的坎里 先天坎里 然後到台灣來 縱橫南北大五山 叫陽明山 縱橫南北 南北是坎里 所以台灣就是先後天 先後天如意的寶地 所以各位 我們要弄清楚 這個氣 由大陸 橫南山 開始落邁 落海 轉到澎湖 澎湖到一山 然後往南 往別的 合成一個縱橫線 XYY XY 和Z 所以這個風水在台灣會敗嗎 台灣不會敗你放心好了 你們住在國外 關心台灣 時時為台灣 我們兩千三百萬的同胞 時時祷告 祈禱 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的同胞 自己也要時時祈禱 上天會給我們一個非常非常安穩的未來 那就是大陸和台灣 所以台灣從一山北有九龍 九條龍 南也有九條龍 南也有九條龍 那麼為什麼台灣北部比較發達 為什麼比較發達 因為台灣北部會坎瓜 我們也是從坎龍而來 坎龍而來 坎為水 坎從西 先天的西 到北方的後天的北的坎 完全是成一個縱橫交錯 就活縱連橫 那麼在北方 和西側 西北方 台灣經濟發達的中心 會這樣來 那麼等到八運以後 現在八運 八運以後 又轉到荷蘭人 八火 八運是為土 活土相生 八運 我們開始也漸漸會興盛起來 造成台灣西半球 台灣西半部 台灣西半部 我們這個經濟 這二十年台灣的經濟會很好 放心好了 我們的政府不分黨派 主分了聖以凡 有智慧沒有智慧而已 我相信 而且從這個 從 藝經八卦 天運 來了解 台灣 在未來 未來的 二十年到四十年 二十年到四十年 台灣 都是會 很 興花 會很興旺 所以水多 就有財 水多了 因為有水就有財 山 我們中間 台灣縱軸 一條線 這一條零線 這一條龍 台灣 到北部 現在整個北部 有人說 水山隧道 打通了以後 台灣經濟會不好 這個不至於有什麼樣的不好 原來 我們台灣的經濟 是靠 先天 這個 地靈人節 到這幾年來 我們都轉化為 心靈智慧的轉化輪 所以在整個的經濟 我們台灣 尤其二十一世紀以後 我們台灣的經濟 在我們現有的人才 桌面 不會有什麼問題 各位放心 水山隧道打了以後 也不會影響 你放心好了 因為過去先天 先天已經過了 現在是轉後天 後天八卦 後天八卦的運行 就三元九運 靈神與正神 靈神與正神的發軸 所以我們台灣的經濟 雖然這幾年 稍微差一點 但是不會差到哪裡去 你放心好了 但是呢 我們希望這段時間 大家經濟稍微平穩的時候 我們能多修一些法 等到經濟復甦 世界精細起步 我們能夠幫助所有的人 但是老主開示 經濟最不好的時候 風水大師們 你們最重要 經濟好的時候 風水大師們 你們也很重要 經濟不好 告訴大家 如何開闢新的路 保持利益不敗之地 那麼經濟好了以後 讓各位 如何更加保持利益不敗之地 所以我們 一經風水學的妙華 天地長城 是長生不老 無量受無量受佛的大智慧 所以各位啊 我們大家今天呢 既然有緣喔 我們就大家有始有終 我們把它修好了 其他下午呢 我們再繼續跟各位講解阿彌陀佛